不论什么时候走在路上 我们总是习惯在路过首摇饮料店时 顺手买一杯带着走 而满街的饮料店也正是因为国人的这项喜好 成为了台湾独具特色的风景 这次Daily View网络温度计 调查了一下大家心目中第一名的饮料 出乎意外的不是珍珠奶茶 快跟着我们一探究竟 到底是谁把冠军抱回家了呢 过去在很多的料理上面来讲 红茶的香气跟它的味道是比较饱满 比较饱足的 可是它相对的一些相关的营养素 儿茶素这些相对的一些营养成分 可能对人体上面来的摄取 会相对比较少一点点 因此在许多的媒体大量的曝光跟报道之下 发现说绿茶渐渐的一些相关的营养素跟儿茶素 比较对人体的帮助是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人们开始在料理上面跟饮料上面的口味选择 渐渐往绿茶或金茶这个方向去走 Daily View网路温度计从上万个网站 以关键字分析出十大首摇饮料生活大数据 最受网友喜爱的饮料就是奶绿啦 国人的口味渐渐在变 享受冰凉饮料的同时也希望能兼顾养生 因此在这次的排名上 柠檬汁这批大黑马获得了第二名 显示出首摇杯其实并不局限在茶类的新趋势 可能我在内容里面加了一些对人体 碱性化更有帮助的东西 举例子我加了柠檬 我加了梅子 这些对我们国人来讲 普遍有酸性体质的情况之下 对于我们喝饮料上面来讲的 综合性调整反而是越来越好 也因此说大量的国人在这几年的 喝茶的文化当中 尤其首摇茶里面 大家会不会隐约听到像什么黄金柠檬啦 北翠柠檬啦相对的一些柠檬性的碱性饮料 越来越多 而且是要大量的青奶 炎热的夏季来一杯清爽的柠檬汁 绝对是无比畅快 不过也要奉劝大家 饮料终究是饮料 千万不要抱着绿茶能抗菌抗癌 对身体很好的心态就太常喝 不然就得要多做运动 才能把多出来的热量给消耗掉 多喝水才是最健康的啦 很棒的 大家看